我是寧弟 今年21歲 就讀成功大學測量系二年級 然後我的個性 活潑開朗 個性是活潑開朗 能見能愛 我非常的喜歡跟別人互動 打開你的心房 不要把自己主角在外 不要讓自己變成邊緣人 我是一個聽障身 我為了帶了機器才可以聽到聲音 一出聲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但是並不代表我聽不見 或是聽不到 因為只要戴上不具 你就可以聽得很好 只要仔細聽 你就會發現 你所有的聲音都會聽得到 這個是我一直背在身上 每天都很驕傲 這就是我的小孩 沒有啦 我們當初一直覺得說 林弟怎麼睡覺的時候那麼乖 都不會吵 人家在放鞭炮也都不會被驚嚇 看著這個可愛的孩子 天真無邪的臉 怎麼可能是聽障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應該是遺棄壞掉 應該是醫生檢查錯了吧 一直不想相信他 為什麼會是我 我真的很愛他們 所以我身上帶的幾乎都是他們的東西 可是 我是個很冷靜的媽媽 我要面對她 以後該怎麼走 才是最重要的 那時候是非常的小的時候 看著爸媽他們都沒有帶機器 自己卻帶了機器 我為什麼要帶機器 他們說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聽到聲音 這是我非常的不高興 為什麼我連季節都不用帶 我卻要帶 我就把機器拿下來 扯下來 然後把線咬斷 機器扯下來的時候 瞬間聽不到任何聲音 就也開始恐慌 不安 他已經跟我相處了20年了 他從我破壞到好好的照顧他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 我捨不得他 他裡面就是一個主機 已經很熬了啦 因為他這個都已經鬆鬆的 我需要用橡皮鏡綁起來 就是連著線 當時小時候就是搖斷就是這個線 那我爸媽 我媽媽就很生氣 因為這條線真的很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可以把他搖斷 然後這就是我的機 然後這是磁鐵 就是開關的地方 他就是陪我度過20年的機器 我懂以後才會知道 機器原來是為了幫助我聽聲音 我才發現 爸媽是為了我好 想要讓我聽見聲音 我是七年幾歲啊 十一年...十年前 你在國小對不對 你們有聖誕酒 小孩子小一點會這樣保 好呆...好呆... 好呆... 我發現耳池對我來說 就是第二個家 他可以讓我接觸到很多朋友 每年的夏令營活動 讓我過得很充實 我發現現在的小孩都好可愛啊 第一次會講的話就是蝴蝶 這是肥肥 生活就是要過嘛 那你如果說一直想著說 他聽不到他聽不到 那你這樣對他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不想被打敗 因為我覺得如果今天你當媽媽的被打敗 你以後怎麼教導你的小孩 開完刀以後 第一次開屏 林弟被聲音嚇到哭了 然後我跟那個廷律師兩個 就抱在一起笑 因為那是一種感覺 我忽然間覺得說 小孩子真的可以聽到聲音了 我媽從小就帶我去做語言治療 發音會有一些基因 我可能會學習不太到 就像字吃吃 我可能聽不太清楚 我就可能會唸 全部都唸 字 字 老虎 然後我也會跟著說老虎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錄音機 然後把它錄下來 然後媽媽回去還會 教我一次 就是反覆用錄音機 然後這樣陪我一直訓練一直訓練 所以我才可以表達得非常的清楚 小時候我媽媽每天背著我 從基隆到台北去讀書 在火車上面 吃飯吃早餐吃午餐 這段期間就是我跟林弟共同的回憶 你要相信他可以做得到 那他就會真的會越來越好 那我希望我們的孩子 不要是變成別人的負擔 很多讓我很傷心 大概小學階段的時候 我當時一開始不懂他為什麼要抓我 他為什麼要扯掉我的機 他們就是為了不讓我跟打球 然後就自己顧 跑自己去打他們自己 那我只能晾在旁邊 他就算被同學欺負啊 都說沒關係 某某同學用書敲他的頭 然後他回來就跟我說 媽媽沒關係啦 他是一起一死脾氣來了 不要太在意 他反而是覺得說 我不要去責備人家這樣子 什麼都聽不到啊 你要怎麼跟我們討論 那我是說 也可以講大聲一點啊 只是我聽不太清楚而已 我不會被這個受傷 都非常的樂觀 我不會去在乎任何事情 就算別人怎麼罵我 怎麼欺負我 我都不覺得怎麼樣 應該是我度量好 我才能夠去接受他們的玩笑 他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只能去接受他 你不能放棄他 一放棄等於呢 你放棄了你所有的聽的東西 你要去聽 你就可以聽到很多人的聲音 謝謝 我媽永遠都會支持我 都不會讓我受到任何一點委屈 那就是這樣一次一次 把我從谷裡帶出來 這麼的用心 這麼的誠懇的對我說 兒子 你是我的孩子 媽媽愛你 真的很愛你 我當然會照顧你 媽媽 我非常的謝謝你 我非常的愛你 我已經長大了 你可以好好照顧自己 不用太操心我 我會好好讀完書的 媽媽 我愛你 不會光成說 我告訴她 我在手里 我不 Foster 你在做個體驚観 你快樂 你你不��長 你 沒有 你就也曾經 回ш負 沒有 你 我 perish